欢迎来到赵女说事 十多年前日本311大地震之后 很不幸的发生了核泄漏 从那个时候开始 全球都知道福岛生产的农产品 福岛周边海域捕获的渔获 是有可能被污染有核辐射的 所以大家拒绝进口 这两天我国某品牌的气泡水出问题了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宣传人员不张脑子 竟然宣称自己的这个气泡水 是由福岛出产的白桃制作的 结果短时间内这家企业的股票 跌去了40% 人类的它的老板 从亚洲首富的位置上跌了下来 大家看到了吧 我国老百姓对于这个事是很敏感的 你只要一提福岛 我们就清楚这里的产品 我们是不能进口的 不能吃的 但是很不幸的是 有可能我国体育健儿 未来将不得不吃福岛的产品 为什么 因为东京奥运会就要开了 其实这家奥运会 本来应该是去年7月份开的 早在去年3 4月份 日本政府就站出来说 他们希望借由这些奥运会 让全世界重新认识日本 除了认识到日本的山川秀丽之外 还能品尝到日本每个县的美食 所以他们说 他们将为体育健儿 提供日本每个县所出产的产品 当然包括福岛 甚至日本官员是包含狼子野心的 他们是想通过给奥运健儿提供福岛的产品 给全世界打个样 告诉全世界那些国家说 你看不看到体育健儿都吃了 体育健儿的饮食可是高标准的 他们吃了都没事 所以证明我们福岛的产品没事 所以继而他们可以要求别的国家 赶快进口他福岛的产品 这简直是拿体育健儿做小白鼠 但是当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去年奥运延了一年 奥运是延了一年 日本政府这个准备人家继续 最近日本政府就放出话来了 马上开幕的奥运会 日本政府还是要为体育健儿 提供来自福岛的产品 怎么吃还是不吃 我们能鉴别出来吗 韩国那边更狠 韩国说如果日本政府真的 一意孤行提供福岛产品的话 干脆他们将让所有韩国体育健儿 吃盒饭 或者他们会派大厨到日本 自己采购产品 自己给体育健儿做饭 坚决不吃日本政府提供的福岛产品 说实话经过了十年的发展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是不是这个核富社已经消散了 即便有这个量也不多 可问题是 我们人类今天对于核辐射的了解 还是太熟 即便今天明天没有事 我们能保证十年二十年之后 没有事吗 何况就在前几个月 在福岛周边海域 我们还是捕获到了 核辐射超标的黑鱼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怎么敢放心 让我们的体育健儿 去吃日本政府提供的福岛食品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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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